参与竞赛可以使学生逼迫自己突破 常态地循规倒居 更加自由而扎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欧洲有一个很著名的面对建筑学生的竞赛 叫做欧洲青年建筑师竞赛 和我们的Young Bird Plan一样 冠军可以将自己的获奖作品落地实现 并且以此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 如果能够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胜出 他可以获得从事这个职业 非常重要的自信和宝贵的磨练 Young Bird Plan是一个地向建筑设计 及艺术院校的每一位年轻人的高品质设计竞赛平台 我们为那些有才华 无机会 有梦想 无资源的年轻人 提供起飞的动力和方法 帮助他们实现美好梦想 一个好的设计作品 从雏形到成熟的过程中 设计师需要考虑非常多的因素 比如文化 艺术性 材料 工程技术 以及成本等等 通过实践去学习如何达到最合理 最自然的平衡 同时又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设计思想 这是每一位设计师的必经之路 2014年 Young Bird Plan邀请了 九位中国当下最年轻有为的 知名建筑师作为导师 给予每份参赛作品一对一的评语 并手把手指导九强争夺冠军 六位全球设计界 重要级开斗组成的评委团 将最后评选出年度冠军 2014 我们将推出全新竞赛命题 这种建筑 一夜之间可以遍布城市各处 小巧轻盈 功能却适用多端 售货亭 信息站 展览入口 都可以成为它的未来 它尽力探索设计与材料表现力的极限边界 无论身至何处 都夺人眼目 谁都忍不住要举起手机 拍摄 上传 与朋友分享 这样的建筑就是我们要寻找的Kiosk 今年我们把目光锁定在舍货工业区 它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前景 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 推动现代化的工业区 也正在经历一场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的微速转变 在五立方米的空间内 我们将为舍口工业区的重要建设项目 舍口太子湾设计一个小型建筑装置 你可以为这个装置注入某种概念和性格 但这个建筑装置必须具备拓展为多种功能的可能性 异于搭建 并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和视觉张力 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参与 导师和评委团将从以下三个要点来考察你的设计 独特的创造性 对大众的吸引力可实施性 2014 2014 2014 Young Bird Plan Young Bird Plan 我是李清刚 我是庄慎 我是刘恒 我是朱晓峰 我是董工 我是华林 我是张科 我是刘宜春 我是刘雨洋 今年夏天 今年夏天 今年夏天让我们发现你 让我们发现你 让我们发现你 我们发现你